早晨,大家好,阿旺,題外的王 又是一個算不算早起的早晨呢?6時多 今天講的主題是什麼呢? 轉工 當然啦,阿旺不會轉工的,阿旺繼續做的 阿旺最近發了一個現象就是 很多地產agent都轉了工 那他們轉什麼工呢? 有些人問我,我有問過 有些去買首飾,有些去買名牌 有些去做賭場,做公關,做莊河 因為最近銀河請的人 有些去做保險 那這個現象反映了什麼呢? 反映了沒有人買樓,沒有人租樓 好,樓價大跌 只想跟你說是 這麼多人 動就這麼多了 怎麼分呢? 所以很多人都轉行 還有一個問題是 下不了自己的臉 甚至有些人是有家庭 沒有得去盡地一步,搏一搏 有些人問阿旺,阿旺這個市場有沒有成交? 最近都有幾件成交的 尼高士德花園 賣了748萬 然後第二套就是廣華新村 一件三樓賣了320萬 然後還有金峰南望 一座四樓賣了1050萬 那我想問大家 短短一個星期不夠 已經有四樓到五樓賣了 那市場是不是真的 好像大家說那樣靜呢? 而且剛好收到5% 其實看樓的客戶都多了很多 因為他們終於終於可以買第二套物業 有些人一定會說 喂,現在 有錢,好過買樓 這個說我賺不賺同呢? 一半一半 我沒有理由否定你 其實錢 現金都重要的 但如果你說 喂,我今時今日真的拿來自己住 我扔錢去買樓 其實都OK的 我覺得 或者問給子女住 但你說,喂,你身無分文的 你跟我說你扔錢去買樓? 大哥,不要玩了 真是放棄它 老闆 現在沒有那隻 什麼零首期 10萬元買樓 這隻歌仔唱的 始終銀行現在很嚴格 會看回你銀行的存款 銀行的價錢 銀行的東西有多少錢 真是,不要當銀行是傻的 我只能跟你說這件事 是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近日阿旺我看過一條影片 哇 你有三十萬能買到樓 一月一號錢可以買到的 但如果你說現在 其實真的有些困難 三成首期 你真的 但是 除了京屋 除了新街坊 都有一些困難 但阿旺聽聞最近新街坊 都很多退訂 為什麼 什麼原因 阿旺真的不得而知 退不到成功 阿旺都不知道 還有賣不到你 因為我沒有了解 這方面的嗜好 只不過是高登 是小紅書 見到這些問題的存在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說 澳門很奇怪 有很多老人家 我現在 經常跟那些年輕人說 買什麼樓啊 租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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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窮人 永遠都是窮 有錢 永遠是有錢 今時今日 你單身 不是已婚 單身 想找女兒 你跟那些女兒說 我租樓啊 我沒有樓啊 接著結婚之後 我們是慢慢租 沒有樓的 兩年半一次 說真的 除非那些女兒很愛你 那些女兒很愛你 否則的話 我只能說 哪有女兒跟你 除非是大陸妹 對不對 我不是歧視內地 只是 內地可能四千元成功 你買一層樓百多萬 你每腳都供五六千元 你負擔到 你在內地 你叫有車有房 你在澳門 你跟我說你租樓 你不想找一條女兒 很難的 所以我一直在單身 因為我沒有錢 這個是用我自身的經驗 告訴大家 社會現實 沒有錢 真是萬萬不能 這個社會 很多事情都是講錢 有很多人跟你說 我講心不講金 但是到最後 有個有錢仔出現 有個靚仔出現 我問大哥 你憑什麼跟他比 人家有靚仔 有少少少 用八九幅機 你一毫子都沒有 人家又駕波子 駕馬沙 駕駛 駕駛 你跟別人說 你駕一個爛貴電單車 唉 怎麼辦 有 當然你說 我不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沒有這麼現實 唉 我見不少了 大哥 過來人事生經驗 真是你什麼都沒有 誰肯跟著你 你們自己都被人試過 所以 不要說 我不提醒你 有能力的時候 幫自己買回家 如果真的沒有能力的時候 說一句 退而求其次 找個大陸的 算吧 因為 澳門的 你未必負擔得起 起碼你沒有車沒有樓 你叫你衝大頭腿 大哥 不是不行 可以的 到最後負債累累 我見過一個客人 他找兩萬多元 那女兒也會負債 兩萬多元 其實她很帶頭 買了一間海 什麼居 八百多萬 她沒有錢 她問她妹妹借 她媽媽借 還叫她女兒不肯 付錢 她女兒只有兩萬多元 每巨工兩萬多元 加上額 沒錢 剩下的 那我怎麼還錢 送樓 送樓是下她 和她女朋友的名字 哇 人生做到這樣 很折套的 作為一個媽媽老 男人老狗 你們手上一毫子都沒有 你說折不折到 你今時今日 一說出來 你都失禮人 大老 每個月只有千多元 喂 你活到我都會不到 說一句 我平均每個月 我最低 我當家用 家用一定要避老母 無論什麼情況都好 我不計家用 我自己個人消費都要五千元 一個月 在澳門街 你跟我說 你供原來只有兩千元 那女兒不肯幫你 怎麼搞啊兄弟 搞不定我 對不對 我不是說踩男人 我幫男人的 但是 這些女人其實 無謂作戰自己 你大好青年 你找一個不肯跟你一起努力的人 有什麼用啊 對不對 當然 他不是跟我買的 所以他是不會認識我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親身經歷見到 我看著他買 這件事才驚奇 其實有很多的 有很多姐姐跟我說 有很多阿姨同僧 我說 兒子 我正在供12000元 我想買多一間 喏 他們有沒有錢給 有錢給 大家又想遮錢 銀行借不了 大哥 你現在壓力一半都過不了 你供12000元 你24000元 你24000元 你還要加兩年息 你現在新的政策 你連第一條都過不了 你怎麼過替子跳 我怎麼幫你啊 兄弟 就算最悠閒的 紅色銀行 他都要找個擔保人出來 他都要找個工夫人出來 你連最基本的工款人 工款的數目 你都不達到 為什麼銀行借錢給你呢 你當銀行傻乞嗎 不好意思 我有點粗口 正常的 如果比起以前 做教師的時候 絕對不會說 現在好了開放 有什麼說什麼 喜歡聽的就聽下去 不喜歡聽的 可以關掉 所以說 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有很多事情 變化不同 政府不斷出身的政策 窮人就永遠最窮 有錢人就永遠最有錢 你說 喂 我想變成有錢的 其實你要絕下我思維 思維的模式 如果你說 喂 我永遠都要租樓的 搬來搬去的 每年被人家租的 那你都可以處理這件事 你租樓阿旺都有用金收的 有一個月間 對不對 所以說 大家 思考一下 想清楚 究竟要怎樣 去處理 各類的問題 今天阿旺的視頻到這裏 都分享到這裏 歡迎收聽阿旺的早晨 下一集的題目說什麼 阿旺都不知道 阿旺隨機 好自然的 沒有一個固定的 topic 拜拜